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尾的PUB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UB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连假开始了 所以很多人开始放假 那在今天4月2号 连假的开始第一天呢 我们就来正点电影院 邀请到的是知名音频人 雀雀 大家好 我是雀 雀最近不管是OTD上面的戏 或者是台剧 或者是电影都好热闹 真的 平时一面看不掉 真的耶 我觉得像你们影频 到底是怎么看戏的啊 就是我们也是会采取放声啊 就是例如说假设是剧的话 你当然就是看个前几集嘛 像我也想问苏伟说 你有看完那个 那个黑道律师文森佐 我有耶 我是follow他的脚步 step by step 那你真的是热情耶 因为我目前 我其实我中间有器具 因为你又要看电影 像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看 可是你就是工作 你就什么都要看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时间控管也很厉害 没错 那在聊电影之前就来讲一下OTD吧 像刚才的那个黑道律师文森佐 你喜欢吗 我其实真的是冲着送中机 然后看看 它那个剧情线我都可以理解 然后再跟上一部的Sweet Home 在Lampus上面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就是总是就是一个大 废弃大室的大楼 然后很多人几个什么人都在里面 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可能是生存可能是被抗恶势力 那种剧本形象的东西 很熟悉的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还蛮顺畅的 那因为就是真的只是想要看那个文森佐耍帅啊 干嘛的 他有多厉害啊 谈恋爱什么的 然后看后来我就觉得有点没劲 因为他跟那个女主角的CP感不足啊 你觉得火花对不对 没有火花 因为那女主角实在太搞笑了 对 她的脸长得也是搞笑的 其实美女可以搞笑哦 我觉得她是蛮有喜感的 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女生之前有一部韩剧很有名 在Friday叫做什么女生生食 对不起我忘记名字了 浪漫的体质 浪漫的体质是不是 我爱死了 当代多位女性 而且那个女性戏剧啊韩剧啊 其实是在讲女生在面临30岁的这个人生关卡的时候 有四个女生闺蜜 他们彼此遇到什么问题 有大作家 有纪录片导演 然后还有就是演艺人员 就是各式各样的在韩国的女性的生存之道 然后呢 他们遇到感情的创伤 或者是事业的创伤之后 他们要怎么样重新站起来 很酷 很起敌人心 就是会触碰到女性的 那这一个女主角在浪漫体质里面 也是这种个性吗 因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屌打一些知识分子 然后会 就是很酷很酷的一个人 他好像蛮适合演那种不是主流的美女 对对非典型美女 我觉得你这个题目太棒我要吵起来 是 他是他非典型美女 因为他又是第一女主角 可是他非典型 他一看就想说 这个律师也太 太freestyle了 然后很难控制 像是脱缸的野马一样 拉都拉不住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魅力 他其实魅力蛮强的 因为他真的很放 你也知道吗 你就是至少你不会对他没印象 可是我没有想象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接吻 你还是不觉得他漂亮 你还是没有爱情火花 他们两个可以接吻吗 啊知道耶 就是我 没有啊 接吻人很怪怪的啊 而且这真的很奇妙 因为韩剧通常就是第六集 第八集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会接吻 都没有耶 反而因为是这种 哎 我觉得有点兴趣 想说 这什么事 就是他想要突破 韩剧有某些框架 那OTD还有什么呢 还是不免俗的 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天桥上的魔术师啦 这礼拜 上礼拜呢 他因为 上礼拜 他刚好播出大结局了 对 所以大家刚好 现在追的时候 可以顺迅速的 把他追完 而且其实十集 真的是蛮容易追完的 大家都是清明假期 对 然后就可以看完他 很快很快 但是看到最后 会有点心很痛啊 很难过 会哭耶 对啊 我看到一个小不点 爆了应该没关系吧 因为那也是片头啊 他就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在中央商场卖东西 然后还不赖还不赖 上香怎么办 那个你在 第一集看很可爱 你看最后一集的时候 你整个爆雷 就是同样的一段台词 可以了解一下 台湾的历史脉络的东西 那你觉得杨尔这导演 他最主要想要呈现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超好有关的 因为其实两年前 他在台北电影讲 因为那个 鞋关音得到 最佳导演讲的时候 他有跟大家透露说 其实他就在拍一部 转型正义的电视剧 然后我后来主持又想 我每次听到准型正义 然后我去想一下 天桥上的摩托书 其实没有啊 他其实是在跟你讲说 你的历史 可能不是你的历史 就是台湾其实本来 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历史脉络 多民族的融合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可能某一些历史脉络的 那个话语权被别人拿走 所以会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好期待中华商场的 就是他期待是 中华商场版的光线 中华的故事 对 温暖的 那你 结果不是 然后结果 但是很多人就会跳出来说 其实你人生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一段 其实很多人超好笑 就是疯狂 在花存在感受 中华商场多怀念 没有拜托 我们这个generation 谁对中华商场有印象 你最好是40岁以下的人 真的去过中华商场 我们很多年轻学子来的台北打拼 那其实我们二三十岁的人啊 你可能其实这辈子 根本没有碰出过中华商场 但是你看这部片的时候 这部剧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 好像你的人生依稀有某种印象 是在那里面被你勾出来的 他有亲情 对 他也有这种兄弟情 干嘛点式的啊 那种东西 对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你会觉得很 就是对你刚刚讲的 就是Nori他妈妈对他的那种期待 每个人都希望我们 每个人 就是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 考到最好的国立大学 然后有最好的那个 他帮你决定科系 他帮你决定那个 他不是你想什么 你要什么 就是那些很多方面会 让你去想到 其实你人生的某一个 小小小小小小的切片 其实是跟这个天降 上我们说是mapping在一起的 是没错 他会有共鸣啦 即便我们没有经历 其实我们是有经历过 中华商场的 那你有吃过点 亲事件嘛 小孩子跟着妈妈 这样 咚咚咚咚 跑去的时候 我好像都是跟同学去耶 啊真的哦 就是那些那个 阿不赖阿不赖的 都是跟同学 就是那种一群人 在那边小不点啊 然后就在上面 就在那边瞎晃 然后因为很多东西就是 你知道 那时候仿冒品蛮多的 真的 其实以前 好多的 拜托这个山寨 从台湾开始 没引台湾那时候 就是啊 对啊 所以天降上魔术 其实很推荐啊 在Nefalence上面 对 还有一部 我最近也是 其实如果你喜欢 就是没事 谈个恋爱 哎 马思纯演的 你是我的城池堡垒 其实你在WiTV上面 可以看一下 很轻松哦 它有点像是 大陆版的 你知道太阳的后裔 因为女主角 男主角就是 一个是军人 一个是医生 然后他们有一个 谈恋爱 然后极尽甜宠之男士 就是男主角对女生的 百般呵护 跟宠爱的 你会看着会觉得 很疗愈 是sweet的那种 漫天 OK 所以看完天降魔术师 就可以看这个 你是我 的城池 银垒 银垒 好难念啊 流域一下 大家最近很红哦 还有就是 我真的是要力推一下台剧 他们创业的那些鸟诗 现在正在热播中 很喜欢的 非典型 台湾爱情偶像剧 我觉得 而且是三叔 三大演员 林心如 陈奕涵 还有简蔓 说哇 这种梦幻阵容 我知道 我不知道以后还看不看得到 但是我很买单 我常常连看片头 我就哭了 因为他们两个 他们三个那种 一起创业的那种 一路走来 然后你在那边 跟着追追追追追 你会可以很理解说 其实女生 如果之间不要 不要多相产 而是女力 互相扶持 对 那个力量 其实超级大 推推 好这个 他们创业那些鸟诗 爱奇艺上面 那因为我们也有 访问他们的导演 也有访问里面的那个 也没 梅姿 他在里面 梅记 梅记 人家 人家 他真的 这一部片 可以让他大翻转 有没有 我里面最厉害的 因为他本来就很会演 他也倒戏 可是我觉得 这一部片 有让大家看到 他很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 他真的是因为 生完小孩 偶包进放 完全 因为他以前 根本是不屑接 这种角色的 你知道吗 文艺空灵 对 他是仙女 仙女级的 就是跟我们林书伟 有的朋友 舒伟之呼吸 人家是慢舒之呼吸 他真的是这一次 美记这个角色 找到他 我觉得他 敢接跟愿意接 真的是 他一个很大的突破 是 就是他那种 原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剪貌 就从来没想过 因为美记这个角色 演不好 就会让人家讨厌 所以我超好奇 就是我 就是 好担心 很多人讨厌他 你知道吗 但是 没有 我超爱他的 大家都超爱他的 你知道那天 他们来受访 他们一大堆粉丝 都说 我是为了美记 我真的是为了美记 追下去的 你很担心 那情归何处 你知道吗 其他你都在 泡泡泡 在打给他 欢心 什么事情 因为有原作 真的 只有美记 好期待 太棒了 好 所以这个是 OTD上面的一些好片 那等一下回来 就是跟大家分享 现正热印的电影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 POP最正典 清明廉价的一开始 有哪些热印的电影呢 好 翠翠 有什么电影 手推电子 就一定要是 4月1号上映的 当男人恋爱时 瞎看 一定要去看看 好看吗 你推吗 我觉得台湾电影 缺少这种 非常台式的恋爱喜剧 然后以非常 Local的角度 去讲一些 8加9 很可爱的爱情故事 而且呢 不掉泪的呢 真的是情瘦 没有 是哦 就他有一些地方 即便 我觉得他有做到某种 其实我很讨厌 韩国电影这样子 就是 一定要让我哭 催泪 然后我就真的哭了 然后我就很觉得 心里觉得 我不争气 可恶 我不想哭 还被你弄哭了 那种戏剧的 飘焊的力 我觉得这部电影 有做到 就他知道 用怎样的戏剧的 铺陈的方式 让你在一个 很一级急重的地方 绝对可以让你 脸泪掉下来 你没有掉得下来 你就是没血没泪的人 徐伟宁跟邱泽 对 为什么又是邱泽 邱泽 刚刚他们创业那些鸟事 也是邱泽 对呢 我们都没讲 继续聊邱泽 邱泽最近的那个 演出真的也蛮多的耶 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的 有积极的事业心呢 我们要恭喜他 今年算是邱泽年啊 也算哦 电影跟电视可能 没意外的话 都有机会 对 电视入围金钟 电影入围金马 或北影 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哦 那当男人恋爱时 这个就是一个甜蜜 但是也会有点 撒狗血的是不是 他其实也算是 我不会说他撒狗血 但是真的很有效 那他的甜蜜在于说 邱泽一来 他努力的突破自己的 那个王子偶包形象 让你看不到 其实他还是很帅 所以没办法 视而不见 但是他很努力 扮丑 他很努力的 让自己看起来 很没水准 然后在里面 就是牺牲所有的形象 就是为求戏好 什么他都可以做的 那一份演员 职人精神 在里面就是 其实你在里面 你可能可以看到邱泽影子 但是你不会计较 你会觉得说 他超有诚意的 努力的在演戏的 那个东西 会有点感动你 你觉得当男人恋爱时 会被打卖 如果 如果他不卖 其实就表示说 整个电影市场 热度真的很低 要不然应该是要卖的啦 因为你 一来就是现在 属中国大将啊 就是没有好莱坞电影 除了哥吉拉之外 谁要跟你占啊 对啊 然后再加上 爱情电影 一直都有它 基本盘市场在台湾 就不见去年的 可不可以 你也刚好喜欢我 随便卖个八千八 八千万 对啊 那很惊人啊 所以当然 可是今年的几部爱情都还好啊 其实角头也是爱情片 哦 角头对对对 角头是爱情片 对对对对 角头是爱情片 对啊 对角头是爱情片 今年的贺岁片卖了一亿五 是啊 所以大家可以加线 那气魂不算爱情片了 其实气魂 成绩也不算五千万 五千 对对对 可以啦 而且还要上FS了 对 OK 好啦 当男人恋爱时可以期待一下 4月1号 是 然后哥吉拉大战金刚 卖得非常好 是是是 哥吉拉大战金刚 我只能说就是 全世界的电影院需要他 全世界的观众需要他 对啊 哥吉拉跟金刚 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 坐下来看一部无脑爽片 不是不是无脑 他其实他认 我个人认为 其实怪兽宇宙电影系列 哥吉拉一路以来 从2014年到现在 其实已经拍了第四部第五部 其实它是我看过的金刚 就是怪兽电影里面 最有深度的一部片 他开始 以前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就是进去看怪兽打架 但是我们除了看到怪兽打架 而且 Round 1 Round 2 Round 3 Round 4 给你打到 打好打满之外 你会看到说 他的那种怪兽宇宙的电影 核心精神开始被端出来了 他会跟你讲说 为什么人类世界需要怪兽 那怪兽 其实大家都知道 哥吉拉他的原因 其实一开始是来于核爆 就是日本 他们因为核爆的关系 创造出来的一个怪兽 就是战后的一个形象的 具体的呈现 但是后来他其实这几年来 一直进化成为 人类文明过度开发之后的 一个反扑 所以他会跟你讲说 其实你以为怪兽 就跟鬼片有时候 会有这种一样的精神 就是说 你以为鬼很恐怖吗 没有 我跟你讲 人性更恐怖 你以为怪兽很恐怖 力量很大吗 没有人类摧毁地球的力量 才大 更可怕 对对对 他会跟你讲这种反思的东西 所以其实哥吉拉 他一直每拍一部 就每次的 他的形象会被电高 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他在日本的 那个电视产业里面 电视电影产业里面 哥吉拉这个形象 其实就像他们的一种神 就是一个很具体的神明 就是我其实是在解救你的 所以你会发现 哥吉拉每次都是 人类搞砸 某件事情之后 哥吉拉就跑出来 然后就把全部的威胁 全部都干掉之后 他就走了 拯救 所以哥吉拉大战金刚 在台湾上映 其实几天就卖得非常好 那这个已经几亿的票房 好几亿 对那巡龙使者拉雅 我好喜欢 我认为就是这个可爱的电影 它是一部动画片 然后它是第一部 东南亚的迪士尼公主的概念 去落地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在看电影的时候 感觉到所有的 例如说 如果你去过泰国 你去过缅甸 或者你去过 甚至你对于 印度的一些形象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里面 看到非常欢热热闹的 而且它 马来西亚的那种 水上的布屋 水上的房子 那种东西的意象 全部在里面 所以你看的时候 会非常的亲切 而且它的巡龙使者 那片名摆名 就是龙嘛 所以其实跟整个亚洲世界 对于龙的那个形象的可爱化 这件事情搬到台面上 你看的时候会很买单 而且我老实说 我以前在看那个 迪士尼动画的时候 我从来不觉得 你这动画就动画嘛 那在那个影评的人的世界啊 我看你真人 真实的演员 演电影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 你这个是表现演技 你这个方法演技 你这个是 那所谓的方法演技 就是讲说 那好爱屋 崇尚的方法演技 就是讲说 你其实没有很夸张的 用舞台去的方法 讲出你的情绪 你只用你一点点的眼神 跟你看起来 好像那个 很冷静的表情 但是表现你内心 波涛汹涌的那种情绪 那个叫方法演技 哦 巡龙使者 给我看到好多 哇 原来动画也是可以 办到这件事情的 也可以把这里 你就放在他身上 这个很可怕 就是里面有一个大反派 那个大反派 就是从小信仰龙的存在 但是后来因为 那个整个文明 负灭之后 他就失去了梦想 然后等到他有一天 突然看到龙 活生生的在他眼前出现的时候 他整个眼睛傻掉 然后你看到他眼眶快要翻了 因为他已经失去信仰了 所以他才去当坏人了 但是当那个信仰 重新放在他眼前的时候 突然发现说 他以前童真的那个东西 他要不要把它捡回来 哦 那个人性的纠结之程度 你会觉得说 哇 迪士尼电影新进界了 真的很厉害 所以很推 寻农石城拉牙 好游牧人生 大概就是今年奥斯卡 大概很受瞩目的一部片了 是游牧人生真的得去看 游牧人生之所以推的原因就是 很多人会说 这个导演赵婷 她是一个女导演来自中国 但其实呢 她在讲的电影 你看不出太多中国的影子 你反而看到的是 你可以去期待 看游牧人生来去反推说 接下来漫威的电影 有一部第四阶段的 很重要一部片 叫做永恒族安杰利大球力主演 那谁来导演呢 就是赵婷导演来的 厉害 对 然后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漫威 超级英雄电影 它象征的就是 全世界商业电影的最极致 然后呢 游牧人生 她刚得完威尼斯影展的金石奖 她目前问鼎奥斯卡 最佳影片呼声最高 也就是说 她也是影展电影的最极致的金石塔的顶端 真的很厉害 这个人她是有人格分裂吗 她怎么又那么商业 又可以做的这么的 她去艺术殿堂 独立艺术殿堂 非常夸张的 那你就会可以好奇说 这个人他到底会拍成怎样 然后刚刚私底下 苏也在跟我聊 游牧人生这部片 我真的是很真心的觉得说 如果你觉得你人生 真的是已经过境迁返了 然后看过很多 形形色色的人了 那你再来看游牧人生的时候 你会有另外一种启发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在 夜深的夜深的时候 追求说 我们人生追求的这些目标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们会自我怀疑 我是在追求理想 梦想的路上吗 还是我只是一个 为了生存 就是取就于现在的人生阶段 那我的人生还要干嘛 就是当你没办法去说服自己 存在的焦虑的时候 你去看这部片 简直就是解药啊 解药 那看完之后心情会不好吗 看完之后会很豁达 她很疗愈 太年轻的孩子会不会看不太懂 还只可能你就是去看看 美国大峡谷的漂亮的画面 那还是有一些东西啦 那是你可能无法理解它 为什么要做这种人生决定 游牧人生很推 现在都还在上音 所以刚才我问却说 她可以放到那个四月底吗 奥斯卡班奖典礼的时候 因为她在赌一把吧 其实去年有一件事情很妙 就是有很多的电影 她因为得奖 重新你知道再回到西线 哦对 这也是不无可能啦 都会这样 下半场也是啊 哦对对对 得大奖 然后就回来西线 那如果讲到游牧人生的话 要讲一部那个最好的时光 因为她也是丹麦片入围 那个国际影片 我跟你讲 你跟蔡大哥会爱死这部片 有我有跟蔡大哥大理推荐 因为我想说这个不就是他们中英大叔 真的 要喝酒的理由吗 真的 而且他们很可爱 他们像一群屁孩 中和屁孩 然后明明是一群大叔 然后在那边研究说 哎我有酒精呢 因为他有一个理论 但是来自于挪威的一个 那个精神学家说 如果你的人 那个脑内呢 挺有0.05%的那个酒精成分呢 你的人生会感到非常的气 然后你就会 感觉人生很放松很自信 然后你对待这个世界 也会更友善 可是他们最后是有点失控是不是 对对对 这就是去讲酗酒的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挪威有三宝吧 A片 是丹麦还是挪威 啊丹麦 对对对 丹麦有三宝 就是A片 然后酒精 那个丹麦是全世界喝酒最凶的一个国家 就是连未成年都会狂喝酒 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件事情呢 还努力的垫高 就是本来16岁才可以喝酒 变18岁 就是用法律的方法 在那边垫高你喝酒的年纪 但没用了 大家还是喝的一大物品 北欧因为太冷了 所以要一直喝酒 喝酒真的很有用 我之前去美国 那个北欧留学 真的感觉超好用 因为你那个一喝醇酒进去 你都摸来烧起来的那个感觉 人家是很取暖啊 最好的时光也很推荐 对对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晚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是确确 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现在正热音的电影 刚刚讲到了 游牧人生 最好的时光 那还有没有 现在正在热音的 你很推的 一部是叫做浅田家 另外一部叫做 烟囱小镇的普配 哇真的好棒 烟囱小镇的普配 它是一部动画片 它是也是本文学改编 也是上映的 好那先讲那个浅田家好了 浅田家呢 它是二宫河野主演的 还有最台湾 影迷最爱的欺负木冲 我们的小冲冲冲 演他哥哥 哇整个超级疗愈的 它是我们看过 你可以去想像 如果你以前喜欢看 例如说幸福的三顶目 的那种东西 然后呢 你最近一直在觉得说 日本电影好无聊 就是台湾影迷某个程度上 对日本电影是有点放弃或疲乏的 因为是已经对 被韩国电影的动作 我的狗血啊 三情啊 我跟你讲 浅田家更厉害 浅田家你不哭 也是没血没血 怎么我今天一直在讲 就是情绪勒索的话呢 浅田家他讲的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 会一定很有感 他就讲说 一家四口 有两个兄弟 然后那个兄弟呢 哥哥是一个非常奉公守法的 一个像是公务员的存在 就是欺负木冲演的 那那个二宫河野呢 这个弟弟呢 他演的就是一个 一天刚浪流连没台积联合者 但是呢 其实他是去念 艺术摄影学校 然后呢 他是一个 有点像是艺术家性格 那喜欢去追求一些 人生那个 极光片鱼的美好时光 然后呢 以前 因为他爸爸每年呢 都会帮他们拍那个 日本有一种明信片 就是专门贺年卡 就是我帮你 不论拍什么 就是我一年寄一张明信片给你 他爸爸就是特别喜欢 拍他们兄弟 做成照片的明信片 然后每年都帮他们拍一张 然后弟弟有一天 突然收到他爸爸的那个相机 给他 他就爱上摄影 那爱上摄影之后 也真的顺利的考上 艺术大学的摄影师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日本人 那个小孩子念大学的 好像胖子 就没回来 然后好几年没回来 就说有一天 他们家里发现 他儿子回来 儿公也回来 然后身体顶管 恰龙恰红 然后留着那个艺术家的 绑一个头发的那个造型 他说 你怎么了 我没有毕业 我回来就是 当那个啃老族 这样 哇 他就觉得完蛋 我们家起就一个 然后就很担心 艺术家就是这样 没办法控制 他们家就努力的 想办法说 你能不能毕业 你要不要找份工作 努力的帮他 然后他弟弟就说 那个我们老师说 我学一张毕业作品的摄影 我就才可以毕业 然后他爸爸妈妈就想说 不然你想拍什么 然后那个儿子 反而反过来问说 不然你们可以帮我吗 他不然就拍了一张全家服 那是一个很另类的全家服 然后想不到真的 真的因为这张全家服 他就毕业 就超级顺利毕业 那想说为什么会因为 这个全家服毕业呢 就是表示那个全家服很期待 这是真人真是改变的 所以他真的是因为那张全家服 然后那个弟弟甚至后来 拍了一系列的全家服 就一天到晚我呢 那因为他很特别是 他爸爸是那个家庭主夫 然后他就觉得说 爸爸你是不是没有在完成梦想 那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 他就问爸爸 他爸爸就说 其实我想当个帅气的消防员 所以他就去帮他爸爸 你知道拍一张全家服 是他们全家都是消防员 然后就拍到就是 圆梦的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拍了那张之后 哦 全家服的那个传承 就是他爸爸也很乐在其中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就去做 所有的角色扮演 就是反正你这次当消防员 下次当那个赛车手 然后再下次就 他们就拍了一系列这个的 然后后来他弟弟啊 就拍了一堆东西 然后他就去想说 那出版社要不要帮我出一下 摄影机 就没人要帮他出 直到有一天突然 他弟弟摄影就得奖 嗯嗯 是真的得奖 因为他真的是 真人真事改变了 真的有那个摄影师 对 对 然后所以那个 那个帮他出书的 那个出版社老板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很感人 就是可以鼓励 全天下你从 想要从事 一文相关业的工作 去看 觉得没有人理解你 欣赏你的时候 那老板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就算书卖的不好 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啊 嗯 就是 我看得懂你的好 那你也知道你自己也好 你先从这里开始就好了 你不用在乎这个世界上 卖不卖座啊 也没有认识你啊 那都不重要 你在创作的过程中 你得到很快乐吗 别人欣赏你的作品 得到快乐吗 嗯 这些如果 这两者都有的话 那可以了啦 有时候这个 工地主义的社会 就是这样啊 他给很少人的机会 但其实不代表你不成功 嗯 我觉得这也蛮适合 带着家里的孩子 一起去看的 对对对 可是你要小心哦 就是他可能说 妈我要去做梦了 有一个担心 因为你知道台湾 台湾是为爸妈 就最担心小孩子 就是走一条特别的路 但这一步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温暖 也催泪 而且超好笑 很值得一看的 对 潜甜家 好 那4月1号还有一部上的叫做 《阴从小镇的普佩》 哇 我这个绘本文学 我觉得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 我所的是漫画或者是动画 我觉得好莱坞绝对不会是 这个世界的霸主 一定是日本 因为他们的手工绘图的那个 太细了 太棒了 就是你可以去想说 《阴从小镇的普佩》 它的美学其实是超越宫崎骏 它是那种绘本 你知道绘本很难的 就是一种手工感 你当然 我们当然知道说 宫崎骏已经很棒棒了 那吉普利很棒了 但是《阴从小镇的绘本美学》 的手工感 就是推进到1000分 100分 就是那种你没办法 更厉害的程度 它的复杂度 跟它的颜色的那个 细致程度 跟层次 真的是很惊人 你光是喜欢画画 喜欢设计 喜欢美学的人 你再去看 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好厉害 就是我小时候也是梦想过 其实我有当过那个 就是去投稿漫画新人奖的 那个画家 哇 你也是画漫画的是不是 我中学也是去画漫画的 但好Aber就是你知道 也是有种这种梦想的 所以看到浅田家 更有那个 对 就是那种 对 那你就知道 对 真的 真的强者 就是像画《阴从小镇的普佩》 这种日本的 二次元的动漫工业的世界 他们是真的端出 奥斯卡等级的 就是好莱坞等级的 全世界最飘悍的等级 那更遑论是他 因为通常你只要是绘本文学改编的 他的故事的那个基底一定会很厚 他不会让你失望 因为一定好端端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我要去翻拍他 然后再加上 很多人会说是二创 或者是说导演的那个 再重新的去思考 像李安他重拍色界那个感觉 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去累积不同的创作者 对于同一个故事的一种不同的想法 他会一直丰富他 丰富他 丰富他 到你再去看《阴从小镇的普佩》的时候 那跟绘本本身故事很像 但是已经又重新的再颠覆 再加成出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所以你去看 他真的不会失望 太棒了 听了都很想去看 确实真的很会分享 那再来呢 即将上映的 我真的是还是要推一下 就是欢乐时光啊 就是姐姐妹妹们啊 这部片很妙啊 就是 它有前篇后篇 是因为它是一个高达五个小时 但你看完之后 你会很舍不得跟他们分开的一部电影 我之前在看台北电影讲的时候 看到这部片的时候 我觉得 它是美国片吗 它是日本片 我怎么一直在推荐这本片啊 它也是日本片哦 而且这部片很酷哦 它那时候拿毒卡诺影展 但是那是四个女主角 都是全部都是素人演员 结果他们一起拿影后 那拍的太棒 它有点沉迹 小金安二郎 如果你喜欢小金安二郎的电影的话 你就去看 它就是女性的 小金安二郎的当代女性片 它完全聚焦在当代女性 它在婚姻事业 或者是它的人生 遇到什么样 看起来不痛不痒的瓶颈 但是确实是困住 它们人生的东西 然后呢 它们透过闺蜜彼此 互相救赎的力量 达成了 没有到另外一个新的世界去 但是呢 你会觉得说 至少爱这种东西 好像离你没有很远 你好像还是可以够得到它 你还是摸得到它 那当然会有满满的人生惆怅感 就是如果你进入了 女生期的 就是从青春期到 事业拼近期之后 你人生觉得说 你到底还要为了什么 而活的时候 你看荒药时光 你可能会重新找到一个答案 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 超厉害的 就是我们这两年 其实在流行一些 女性意识的东西 其实这部片老实说是四五年前的片 哦 那只是重新拿出来重映 它重映是因为片长太长 它把它分两集 它本来就是这样 只是因为我都 我觉得那个电影公司也蛮有尬词的 因为 我是四五年前看了一次之后 然后它试片的时候 我就义以无反顾 就是我要再去看一次 哇 我真的不骗你 就是我发现我四年前没看懂这部电影 我只是知道我很喜欢它 那我再来看一部电影之后 可能是因为我这中间 哇 就经历了 生了第二个 对 生了第二个 我完全理解 就是那个日本女性 受困在他们那个文明的脉络的架构里面 不得伸展的那份困境 哇 那个困兽之痘 痘的那种感觉演得超级好 就是很细很细 它就讲说 日本家庭主婦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日本女生 他们如果要走出自己的人生的话 这个社会会怎么样钳制住你 动弹不得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幸福了 哇 真的 我们看到日本女生或韩国女生 总会觉得台湾女生真的是很幸福 好 欢乐时光 有前篇跟后篇 是 你可以先去看前篇 好 毕竟前篇 其实你看到前篇结局那个地方 你会很想哭 然后 就会想着等后几 然后就会好想要一起 一起看完 五个小时 加起来 对对对 很惊人 OK 好 那再来呢 即将上映的片子 整个四月呢 其实真的有很多 例如说一场大火之后 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在讲 最好的时光 跟一场大火之后 这两部又入围了奥斯卡 最佳国际影片 在去年这些 一场大火之后 它是纪录片 它是纪录片 它是哪一国的 它是罗马里亚 我一定要把这部片拿出来大推特推 就是我们刚刚讲 激推游牧人生那部片 它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 游牧人生它是一部剧情片 但其实它除了女主角之外 全部都是苏人员 都是真的 它是一个领像纪录片 它是纪录片的电影 也就是说其他的全部的演员 全部真的都是游牧民族来演的 然后一场大火之后就是相反 它是一部纪录片 但是呢 这整部故事哦 比所有的纪录片还要撒狗血 还要厉害 而且它很像台湾的巴仙 他一开始也讲了就是 讲说罗马里亚发生了一个地下夜店 突然起了大火 然后烧死了两三百名的人 但是那些人其实 他们一开始不是被烧死的 他们是去急救之后 然后死掉的 然后为什么去 不可能啊 去医院怎么还会死呢 你看我们台湾 你看我们防疫 防疫多棒 你知道里面 那个里面的那个 罗马里亚卫生署场 讲出一句超级好笑的话 你看到 那个纪录片你看到那句话 你绝对会觉得 台湾是全世界最棒的国家 就是那个 卫生部长就说 全欧洲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发生这种大火事件之后 可以把所有的病患救回来 或者是超过五个病患 就是你只要超过五个 烧 烧伤病患 的那个事件里面呢 一定都 那些人就是完全就是会死掉 然后你再对他 没有耶 没有啊 对台湾就做到了 是啊 你会发现说 哇 那个罗马里亚怎么可能 就是这么 医疗体制这么烂 然后他就开始抽丝剥剪 去讲说 他们的那个整个卫生体系 多糟糕 就是原来白色巨塔里面的 所有的权贵人士 把他们钱全部都 呛走了 然后他们的医院 基本上就是一个空壳 是无治疗能力 无行为能力的 然后 没有软硬体的 对 然后我们每天不是都还在举办 就是陈时中还在办计程会 哦 你看看他们办计程会 因为想说 哇 台湾也超棒的 就是 他们在办计程会是整个被叮的打 就是那些专业人士 就是知不专业哦 知烂哦 你都会发现没有 一个欧洲的国家哦 然后再回头看看我们台湾 他每一句话 那他是个纪录片 他是纪录片哦 他不完之后 大家对罗马尼亚的 医疗体制 就完全没有信心了 其实他也是我记得没错 2015年的火灾 他也是压很久 你知道他最后最酷的就是 他甚至还牵扯到他们民主大选 就是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就是力行的去抗议说 没有我们不能再用这么老旧 糟糕的体制来 牵制我们的国家的发展 结果你知道吗 还是没有逆转症 还是 因为他们全部都 他们就是只有老人在投票而已 他们年轻人全部都去 例如说奥地利亚去 没有人就是对于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 没有人回来 然后你很努力的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医疗等级 你再这样继续自己下去不行吧 结果你知道吗 那些那个就是看 那个政论节目的老人说 没有我们国家好棒棒 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 明明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哇这是什么异世界 就是那些 那些爸爸妈妈他们 一点都不理解 他们国家只剩下一个空壳的那种东西 所以会觉得哇 超像剧情片啊 怎么看 你会觉得很热情 就是你看的时候会一直被他 就是你的底线 他们一直在探底线 然后就 这个是 就是为开花世界吧 什么的 对 你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台湾真的是全世界最棒的国家 所以看完这部片 一场大火之后 看完我们会更爱我们自己的 真的 你会觉得台湾真的超棒 全世界顶尖 罗马尼亚的片子 是 好 那 就这一部 等一下我们回来 再来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片 要上映的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 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 最正点 这个 确就是有渲染力 让我们每次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呢 就觉得 好像每一部都要去看 赶快去 快去啊 就靠你们电影院救世 其实他的电影院是要颁奖给你 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好 来 那最后一部要讲什么 好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文青一番 跟着赖娘美智去旅行 经典重印 一样 他也是2006 2008年 我记得我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 在瑞典 十几年前 是 但是因为这是唯一一部 为什么要讲赖娘美智呢 因为大家知道 光渡美术馆现在正在展览赖娘美智 然后造成一票呢 其实他不用钱 他是免费参观 可是因为那个馆比较小啦 然后一定要排三个小时 排得心很累 没关系啊 赶快去看这部电影 让你享受 用最轻松的方式享受奈娘美智 为什么 之所以扬名事件 我记得我那时候2008年 在瑞典留学的时候 我真的有被吓到 因为你都去到欧洲 你通常都会环游欧洲一下嘛 对不对 顺便 我去不论去西班牙 去罗马 哪里 只要是美术馆都有 都有奈娘美智 真的很可怕 亚洲当代艺术家之王 所以他是不是已经打败了 春上龙跟那个 草菅弥生啊 应该是就是 草菅弥生 然后春上龙 然后奈娘美智 他们三 其实你知道 因为他们前面两个 也比他老很多 其实这系列啊 就是这个纪录片是一个系列 也有春上龙跟奈娘美智 也有春上龙跟草菅弥生啦 对对对对 草菅弥生 OK 对对对 那奈娘美智呢 我觉得他的那种小女孩的感觉啊 就是他的 他的经典的那个 那个小娃娃嘛 小女孩 那个真的很有疗愈 你也我不知道为什么 欧洲人这么爱 真的我只要去各大美术馆 就算没有展他的东西 都卖他的东西 我真的啊 好特别哦 就是贩卖部 所以十多年前就这样子哦 现在又更夯了 因为他东西太贵了 应该 嗯 对啊 但是春上龙好像是不是也更贵啊 就是他一幅画这样 嗯 但也没有啊 我在UNIQLO也可以买到春上龙的T恤 对啊 我可以买到T恤 很多 很多太后娃娃头 但最近UNIQLO不是在卖春上春树的T恤 哦 好像是耶 就是上上礼拜我开始看 对 对啊 也可以去抢个两件 这些日本的艺术家也真的很厉害 对啊 对啊 春上春树 为什么他的东西也可以卖成 但是我那天很好笑 我那天才在跟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说 在这一个平行世界当中 大家只关心自己关心的 所以你如果跟不是这么关心这种艺术 或什么讲奈良美智 他们以为她是女生 对对对 然后以为她是一个年轻女生 对 然后你跟他们讲春上春树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她是一个文学家 可能林洛贝尔很近 对对对很近 他可能觉得她是一种植物 对对对对 我懂你的 你懂吗 或者是一个pattern 或者是一个 对 就是现在的资讯太多了 大家各取所需 然后就是平行世界 你喜欢的 我根本一点色略都没有 就变得非常的平行你知道吗 就是完全无法跟你聊天的感觉 哦原来是这样哦 哦 就是就是好 那我们很谦卑的去听 哦原来你要跟我讲这些事 哦 对对对 这样也好啦 好啦好啦 我觉得电影也是在做这份工作啦 真的 电影还是比较普罗大众啦 还是比较popular一点 真的是很感谢电影的存在 哦真的 跟着那样每次去旅行 这等于是经典重印了 对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她怎么样透过她的作品 去跟能做工作坊啊 然后你再去想说 哎关度的美术馆 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哦 可以期待一下哦 太棒了 真的哦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曲曲来跟我们分享 四月的正典电影院 刚刚除了有这个电影之外呢 也分享一些OTD上面的好片 是 那大家在这几天的廉价当中呢 就可以好好的 跟着翠翠一起追 戏剧 对对对 好 非常谢谢曲曲 谢谢 接下来是 舍定小玉 秋名玉的POP抢先包 到时候 verse 下来是